以对话新时代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改革恒情论坛 9月7日顺利举行 数十位专家学者企业精英汇聚恒情 聚焦塑造与时代对话的能力 中国再开放和粤港澳议题化合作等议题 共同讨论珠海和恒情的发展 我衷心希望本次论坛能够成为我们与 各行各业的精英交流对话的一个平台 更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多见 能够成为珠海和恒情二次创业的动力 中国改革恒情论坛的举办 成为恒情了解世界 业界了解恒情的重要渠道 对提升恒情的影响力 扩大恒情的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恒情这么偏旧来看应该说 过去这些年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全国的这个自贸实验区当中 也是排在前列的 那我觉得从下一个阶段来看 可能主要可以抓两个方面的工作吧 一个呢是还是进一步的改善营商环境 除了营商环境以外 我们可能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城市环境 生活环境 那么这也是为了我们留住这些 创新型经济 创新型城市所需要的人才的一个必要条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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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